娘娘 该喝药了 先把宋太医的药停了吧 咱们是时候计划一下 该出演那场流产的戏了 娘娘 您可真想好了 要是姜世真生了皇子 可就 我现在 就是要力保 他顺顺利利地生下皇子 谁要是敢坏了 他生孩子的大事 你跟谁急 那就等您越是一来 咱们就报小产 哎呀 这个撒谎的最高境界啊 就是连自己都信了 到时候 只要咱们自己入戏 其上 他不信 也得信 把宋太医叫来 我也好久没见他了 跟他叙叙旧 宋太医 娘娘 自从上次你把他暴打了之后 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已经出家当和尚去了 鹿兵还是去把张太医起来吧 去吧去吧 喝错了 小招 别睡了 张太医 娘娘跟你说话呢 你说 咱们什么时候装这个小铲 比较合适啊 娘娘 娘娘慢向稳定 想必这孩子也是极好啊 别装啊 你就直接跟我说 咱们什么时候 把这个孩子拿掉 娘娘 这孩子是真有了 小张啊小张 这个孩子不能有 娘娘 这个孩子可以有 虽然之前 陈受张老夫人之托 要撑娘娘怀了孩子 但陈上次给娘娘诊脉时 确实发现娘娘有了身孕 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 娘娘 陈和您如是说了呀 临走的时候 还煮娘娘吃安胎药呢 陈也诗如是叫皇上禀报的呀 你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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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娘娘 你确实怀孕了呀 打死你 你 娘娘 你不能这样 娘娘怀孕了 娘娘 让你不说 娘娘 娘娘 别打了 娘娘饶了我 你 去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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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实怀孕了呀 娘娘 死你 娘娘娘回忆了 回来 娘 去娘娘 娘娘回 娘娘回忆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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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怀孕了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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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怀上孕了 不可能啊 你怎么根本心烦了呀 不可能 我跟七圣根本就没有 我怎么可能啊 难道是 三个月前 在江湖那次 你不要再像个根皮虫一样 烦着我的好不好 娘娘 您真是太大意了 怎么一直没来越试 自己都没发现呢 我一个大老爷们 我又没生过孩子 我怎么知道 阿七八 娘娘 那电视您底子好 没有什么害喜的反应 这次在江北 遭到那么大的难 都没有动了胎气 说您这孩子 是上天对您的倦故 是面装注定啊 老天爷 你这是装死了玩我啊 娘娘 今天 江湿没了孩子 咱们又有了孩子 这真是双喜临门啊 娘娘 娘娘 娘娘你怎么了 娘娘 娘娘你怎么了 来人哪 快来人 娘娘 那